你看雨时候太大了 是是是是 就是一花一草一木 一物还是要有灵魂 关键是充斥 你那个好像做点事情啊 你总是在做什么的 你总是这些是总是创造性的 采访在一个午后 暴雨结束天空放晴 李竹和太太韩景平 和我悠闲地坐在小花园 这个温馨的家 是两人一手一脚 用木头 盆栽 陶艺 慢慢筑起来的安乐窝 在这个学木工之前 我们也喜欢这些的 有艺术性的东西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植物 整个的植物的花盆啊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还参加过这个 多伦多的这个艺术展 我们俩一块 它主要是植物 我们俩在做这些花盆 还参加了艺术展 我觉得这个 你像木工啊 像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 它有很大的观赏性 你比如说你会做饭 你做得很好 吃完了就完了 你比如说做一个东西 放在那儿 你总可以去端详 一个家具 一个小东西 甚至于可以传播 你可以给你的子孙 你说这是我做的 我当年这个最初学木工的产品 它可以 它如果喜欢的话 真的这个东西 就可以流传下去 李竹曾经是我的同行 在这个时代 传统媒体和文字工作者 都面临巨大挑战 我在中国做了差不多15年的编辑 来加拿大以后 又在中文报纸 又差不多15年 就前后差不多30年 都是做这个文字工作 从比庚到木工 李竹的这个转身 是必然也是偶然 可能有一次啊 我都忘了什么时候了 就偶然的参观了 到一家西人的一个家庭 他家里有一个workshop 一个木工车间 他这么全的工具 而且那个主人 也不是专业的木工 他就是一个业余时间 一个hobby 然后做的那个 非常精巧的木工 我摆在那儿 我说这个挺有意思 后来我就对这方面 就有一些关注 在网上我一搜啊 很多youtube上 有很多人教你 怎么做木工 怎么使用工具 我就想这是北美的 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加拿大产 这个木材 而且呢 这个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工具 能够使用 而且呢 就很多人 尤其这个 这个中年以上的 男子啊都喜欢木工 所以我逐渐的也喜欢了 做编辑这工作 就是结束了 我想我去真正学一下木工 当然是当时也什么也不懂 就家里有一些什么定定这儿 弄弄那儿的 可以我做 但是呢 没有系统的学习 也没有什么 然后我进了这个 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呢 就是大多伦多地区 唯一一个最专业的 学习木工的专业 它就叫 Cabonate Making 这就是我们的教材 大半年的进修中 他刻苦勤奋 上课从不马步 他们就说我是一个 Woodwork Machine 他说我是个机器 就真是我很投入 也很喜欢做 我在从中得到很多乐趣 从开始的工具使用 到现在的实际制作 通过学习 李竹已经完成了七件作品 在自家车库 他兴奋地向我们展示 这一件件心血之作 我们在班才六个人 你是唯一的华人吗 而且是全部这个专业 上午下午两次入学 唯一的华人 所以我也是面临许多挑战 因为我一个是年龄 好多他们都是高中生毕业的 当然也有一些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是我年龄 第二个就是语言 当然我长期都在 中文环境下生活 这个工作生活 一下子用英文来学 这些个东西 你想我原来是学历史的 我都是跟文科打交道 现在又学很多机械 算是工科对吧 对啊 而机械 而且是有些化工 有些胶和漆 它怎么 那些名字根本记不住 还有一些结构 像那个他要讲这个结构 还要讲设计 还要讲制图 所以这些全是工科的 所以我来讲 真的是一种挑战 还好咱们中国人 咱们华人很勤奋 我是我们那儿 被老师 就是说交口称赞的好学生 分繁的社会需要一种对工匠精神的坚守 李竹爱上木工这种极具匠人精神的兴趣 并且从兴趣中找到一种自己乐此不疲追寻的生活方式 这个呢 它不像其他的工作啊 就是这还能养老 你看很多网上有一些老木工啊 都退休了以后 他还做这些东西 你像那个我看一个报道 那个前美国总统那个吉米卡特 90岁了 他还做木工 他们家的那些的家具都是他做的 这真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要交叉 不要这样切 不要这样 怀抱理想 调养过海 这是我们的移民历程 如果你爱加拿大 你就能在这里找到热爱的生活 这是你的选择 也是人生的转折 我觉得加拿大有给人提供很多机会 真是50多岁了 我年过半百了 才开始这个学木工 我就想如果我真是来加拿大三十多岁 我学这个 现在我真的可以从这个职业来讲 从这个爱好来讲 可能就不一样的人了 家不再大 有目则乐 在李竹的家里真的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快乐 好观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节目第二部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